今集的複製原理明不是說往事 而是說現在發生的事 當你面對一些藍絲的朋友 或者是家人應該怎樣處理 或者是我的處理方法 首先我覺得藍絲 除了要分淺藍和深藍之外 其實在你自己的朋友類別 都是要做一些仔細的分類 譬如哪些你不介意見 哪些你是不想見 哪些你可以跟他理論討論 哪些是不可以 要分得很仔細 我想大概就是幾類 有一類我不太介意見 就是他本身是比較無知 其實一輩子都不是很關心政治 不過他就有那些比較崇拜 所謂leader authority或者權威 有些人就是誰做皇帝 他都會臣服過皇帝 不管他好還是壞都會的 當權者或者統治者 這些人如果他不是發表太多意見 他只是好像天生的傾向是這樣 其實我也覺得可以見 其實他也不是特別關心這些東西 但他是傾向他是淺藍 但他不說就無所謂 大家就風花雪月講其他東西 他又不是很深入了解 這是無知型 無知不太關心 但傾向去通知者的一方 第二類就是很多都是一知半解 你跟他說什麼是一國兩制 制是什麼制 那些小圈子選舉 那些小圈子選舉 那些那些 他都不知道 但又假裝知 知少少假裝代表 這些都是比較討厭的 如果是人少聚會 他在這裡 他很多機會發表偉論 那就不好了 但如果真的大堆頭gathering 有些reunion 他是在場的 那我又不用跟他很深入地交談 就是small talks only 那又還可以的 但也不是太prefer 那有一類就是 其實做得藍絲 大部份都是一知半解的 那 經常看一些假新聞 好 第三類就是一知半解 但很嘗試去說服人的 他會在你的Facebook留言 有些港人港地的Facebooklink 假新聞 他真的覺得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是你錯 那些 好像有些挑人性 還有很挑戰你 用一些假新聞 那些東西 這些人就不想見 因為 他已經不明白這些東西 還在嘗試說服我 很討厭的 第四類 都是一知半解 但是 他知道自己是一知半解 但是他是傾向統治者 但是他是可以聆聽的 他是沒有挑人性的 如果他有事不明白 他會問的 問完你答的時候 他會聽的 而是嘗試去聽得明白我們的理據 那就是可以接受的 而這些人 其實也有機會 由淺藍變成淺黃 所以這些人 我們應該去嘗試去 不要說說服他 但at least 可以分享自己的看法 亦都希望這些人 有一個分析能力 在他知道 由一知半解 去到 知道全件事之後 他可以變成淺黃 其實這些人是很難得的 還是保持一個open mind 這些人 我覺得要抓緊機會 嘗試把他放在我們那邊 最後有一些是全力撐 即是深藍 其實你說服他都沒有意思 亦都不會這樣做 因為他亦都不會聽 那些人亦都無謂見 你看人人看你 你是一個怎樣的黃絲 是不是很具挑釁性 我覺得如果己所不欲 你都不想人這樣做 或者說服你 或者挑釁你 你自己都不應該這樣做 如果想保持關係的話 但如果我覺得 如果你是很珍惜的朋友 無論他是哪一類都好 你就不要跟他爭辯 如果想他日再做朋友的話 即是如果你看到他Facebook 真的分享很多東西 講些東西很難聽 不如你unfollow他 當他沒有說過 否則你一直看他那些言論 即是很生氣的 日後都是因為你自己的情緒 生氣到未必跟他做朋友 不如unfollow他 即是眼不見為乾淨 亦都知道他是這樣的人 會發表偉論 那你就嘗試不去見他 大家當作take a break 等可能過一兩年 局勢明朗些 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 可能他不再爭辯 可能你也不再爭辯 可能香港有一天有民主 大家都不用爭辯 即是期望有這一天的來臨 我覺得有些人 尤其是Facebook那些 可以發表意見 大家兩方面都可以發表一些意見 但意見是要對事不對人 我們可以為民主的追求發表意見 或者抗爭運動的 我們的怎樣去carry out這個運動 用甚麼方法去carry out這個運動 這些可以發表意見 哪些應該做 哪些不應該做 哪些做得不好 這些都可以 但是我覺得 如果有些所謂朋友 在你發表意見之後 或者他的回應是 具有人身攻擊的態度 即是說 你讀這麼多書 你讀屎片嗎 或者你讀這麼多書 你都是這麼暴力的 甚麼都不懂的 或者是這麼暴淚的 是非不分 或者用了一些你的 你的經歷 或者你的個人的事情 去連接這件事 就會令到Friendship困難 難一點回頭 所以就算你和人討論的時候 我們都是對事不對人 不要經常說 你舔共 在美國讀書回來 你都是這樣 這些你放在心裡 跟你老公說 跟你自己的朋友說 你不用在一個爭辯的情況之下 用這些語言 也沒有意思 大家聽到 都是那句 幾所不用 密事與別人 你都不想聽到別人這樣說 但要很理性地 去對事 只是對事地發表意見 是require兩個很成熟的人 有沒有呢 是有的 雙方面都很成熟 很克制 總括來說 就是 你那些藍絲朋友 他是真的取態的問題 還是他的人格出了問題 這一年就可以去考慮 如果你覺得他的人格有問題 那就不應該做朋友 但如果是一個取態 或者這個取態 未必是代表他一世的取態 可能他這一年 可能慢慢他會變 他會學到 也不要判他死刑 但人格就可以判死刑 你不會跟一個人格低劣的人 做朋友 而家人方面 我覺得大致上都是一樣 但我覺得做父母 不要覺得我是父母 所以你要聽我說 大家應該在互相不嘗試 說服對方的前提下相處 千萬不要有父母的威權 因為這些東西 是很獨立的價值觀 或者取態 你和我媽媽是沒有關係的 當然我覺得家人是沒得選擇的 這個可以是一個shortcoming 朋友反而是有得選擇 但你要記住做一個父母 最重要是保護你的子女 你生他出來 其實有甚麼是比要保護他呢 如果你覺得今次的反送中 或者整個國安法的事情的運動 或者抗爭運動裏面 我覺得任何父母如果做了一些行為 是沒有保護你的孩子 甚至傷害你的孩子 我覺得就是不對了 我不管是甚麼 因為你生一個生命出來 是有連帶的責任 而最基本的責任就是保護 其實我最討厭是哪一類呢 就是那些拿了外國護照 已經在外國 尤其是西方文明的國家 然後在那裡說三道四 亦都是一知半解 不如你放棄護照 拿回特區護照 回來香港住再說 不用說那麼多 你去加拿大 去美國 去澳洲 去紐西蘭 為甚麼 你何時去 是否八九六四之後 是否中英聯合聲明之後 是否中英聯合聲明之後 收皮 這班人就 這班是我最看不起的 說三道四 回來香港再說 拿回特區護照 放棄國籍 不用說那麼多 這班人是最討厭的 不用說 除非他不出聲 如果他又要出聲 又要拿著外國護照 我覺得這些是最難回頭 精神分裂 基本上就是 這些就是我的取態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或者分享一下 要思考 你有哪些朋友還想保持 有哪些朋友你覺得可以drop 是要思考的 那就來一個大洗牌 其實有時候朋友的事情 未必一定是一輩子的 多合適 多合談 以前多friend 都可能會變成物路人 陳奕迅那首歌 也有歌你唱 糟糕了 忘記那首歌叫甚麼 有沒有人提到我 那首 大家明白 但對於有些人 無緣無故unfriend我的行為 我就覺得很低致 你unfollow 除非你說我不懂用Facebook 你unfollow我便可以 你unfriend我做甚麼 還有我有沒有主動unfriend個人 除非那些人在我的list 可能以前我為了立法會選舉 拉票 ad了很多friend 即是被ad 那些不認識的人我便會unfriend 但如果你說我真的跟你有交往的 認識好幾個friend的一起吃飯 認識了很多年 無緣無故unfriend 這些行為便比較幼稚 也沒有必要 今天分享就是這麽多 希望大家覺得有少少得著 拜拜